我们因为有人间思维导致在人间不断造失业 请师父开示一下断掉人间思维的好方法 有哪个问题呢 断掉人间思维的方法 从人的外界条件和内心的变化都要当心的 外界条件呢为什么法师要到山上去修呢 就是想不食人间烟火了 就是说要脱离人间的烦恼 他就不想跟人间打交道 实际上呢一个人不想烦恼呢 应该守住自己的掩耳鼻舌生意了 就是不要让自己这些脑子里这些杂念呢 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想到的都会让你变得非常的烦恼 所以这个环境是很重要 如果你在一个非常环境优雅的 非常干净的地方 鸟语花香的 干干净的 清清新新的 每一天没有烦恼的日子里 那你可能会修得更好一点 那么还有一种断除烦恼呢 就是说烦恼寄菩提啊 因为烦恼一来的话 你马上有智慧把它解决掉 那就说明你心中已经有一块防火墙了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 你电脑里有块防火墙 不管什么样的病毒来 你都能把它挡掉 所以呢 所以你心中有个佛了 所以不管人间碰到什么事情 你都能用佛的思维去把它克服住 那么这样的话 你也能阻止自己的业障爆发在身上 这道理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 这道理开始啊